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宾就包括了知名的作家来自香港的董启章 董乔和台湾的张晓峰 我们希望出席者能够从讲座中获得多方面的启发激荡和精神上的享受 从而坚持对文学的热爱 保持对文学的信仰 那今天的讲座 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台湾著名作家向阳老师 向阳老师曾经担任台湾自立晚报复刊主编等职 现在是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教授 台湾文学学会理事长 向阳老师是跨领域的作家 除了以诗文名之外 兼集散文 儿童文学 文化与政治评论 在身份上是诗人 作家也是作词人 时评家 报人 学者等 曾经获班国家文艺奖等多项重要的文学奖 是当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那首先就先让我给您朗诵一首向阳老师的诗歌《古语》 请您欣赏 我们从丘陵的霉间醒过来 从雾的眼窝里醒过来 这时已是暮春三玉 也在绿的盛装中醒过来 阳光行过香丝林 给探头的我们已成黄 以及微笑 我们是绿的族群 二三百年来 就站在鹤的土地 酝酿同阳光一样 一样黄成 扑鼻的甘唇与芳香 像更古远的年代 西元七六零起 隐居在条西 大唐的义室 大唐的义室露雨 低头适者 叫醒我们 茶者 南方之家墓也 来自南方的我们 三百年来 三百年来 站在这道上 因四十节气 有不同的色泽 如今 在雨前 我们醒过来 从丘陵的霉间 醒过来 从雾的眼窝里 大声叫着 茶 信喜向阳 这首 古语就收集在 向阳老师的这本 非常精致的诗集里边 诗集的名称就叫四季 一共收录了二十四首 节气之诗 非常值得珍藏 那虽然刚才的诗歌 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字啊 就是向阳老师的名字 向阳 但是现在要出场的 暂时不是向阳老师 我们有请 周兴渠基金执行董事 曹蓉女士上台 致谢词 有请曹女士 尊敬的周兴渠基金 主席周振厄先生 基金理事郭振宇教授 李炳轩博士 何子黄博士 尊敬的向阳老师 及夫人方子老师 在座的各位文友 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 由周兴渠基金主办的 兴渠文学讲座 第四章 今年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台湾著名诗人 向阳老师 担当今天的主讲嘉宾 而随后将与向阳老师 对谈的 是本地知名青年才俊 学者诗人 新晋书画家 陈志瑞博士 今年初春 我们在台北 拜访了向阳老师 和方子老师 两位都是台湾知名文人 与他们对谈真是如目春风 和煦轻松 正如本次讲座主题 《诗与日常的对话》 诗歌从来不是曲高鹤华的 诗人们也不是神秘地 生活在象牙塔顶端 没有生活 就没有创作 我们非常感谢向阳老师 远道而来 与各位分享他的写诗心得 2014年 周兴渠基金在理事基金讲堂 举办了第一次的 兴许文学讲座 当时做得战战兢兢 文学讲座似乎是 最好不要碰的禁地 太难做了 转眼 今年已经是 讲座的第四个篇章 我们还是一样尽力而为 不敢懈怠 每一次的讲座 都是全新的旅程 而环顾周围 文学讲座正在百花齐放 既然我们前三章 邀请过小说家 董启章先生 散文家董乔先生 与张晓峰老师 这一次 即便 是大家可能一听上去 就觉得高不可及的诗歌 我们也姑且放胆一试吧 向阳老师的上一次 新加坡诗行是在三十二年前 那是华文的黄金年代 也是华文文艺营盛行的年代 是大诗人如余光中都会来参加文艺营的年代 尽管新加坡华文环境 在这三十二年来 有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幸运的是 在座的各位 仍愿意出席这场讲座 还有参加星渠诗艺的学生写诗比赛 对创作华文诗歌有兴趣的同学们 延续着岛国的文化新果和希望 每年星渠文学讲座 都会邀请一位特别的海外主讲人来到新加坡 与文友们分享文学之路的点点滴滴 明年2019年 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在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希望到时大家依旧继续支持和参与 详情会在我们的网站和脸书公布 周星渠基金感谢我们的主席周曾恶先生 和董事会对我们一贯坚定的支持 感谢联合早报 958城市频道 随比南洋网 新月社科大学中华学术中心 以及协助我们宣传这次讲座的朋友们 老师们 还有大众书局的鼎立支持 周星渠先生是世界书局的创办人 世界书局是大众集团的前身 因此 周星渠基金必定于书店 书页 文字等 如曼腾般缠绕不息 努力缠成一幅幅美丽的文化图案 正如向阳老师在他的诗中所写的 岁月将会证明 蝉乐是时间最美丽的名字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 周星渠先生 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在1986年到现在 已经32年之后 又重回新加坡 同样都是因为诗的关系 那么能够有机会来 当然首先我要向周星渠基金 表达我个人的敬意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 透过基金 关心新加坡 关心全球华文 同时也致力于这些文化艺术 包括教育工作 非常不简单 非常了不起 这也不是因为他邀请我来 我就这样说 我在行前大概了解了一下 整个基金的作业 包括这一次还举办了 给新加坡年轻诗人有机会 年轻的孩子的写作比赛 用诗以诗来做增见的基准 光这样就不容易 因为这是千秋大业 这是在土地里面埋下的根苗 它必须要长期的去照顾 照料 而周兴许基金为新加坡带来的 就是这个可长可久的文化事业跟工作 所以我想我先要向基金会的所有的董事 工作人员表达敬意 那么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 是时间 空间与人间 三个简 其实在整个中国 包括中华的概念里头 有一个三个字很简单 叫做天 地 人 山 财 和 所有的事业包括艺术 也包括文学 基本上就是时间 空间跟人间 三者汇聚交流的一个结果 写作的人 绘画的人 弹钢琴的人 作曲的人 唱歌的人 乃至于所有艺术文化思想的工作者 他就是那个居于中间的人 他在天地之间 念天地之苍狼 悠然而泪向 人处于天地之间 而那个人把他在天地之间的感想 感慨 感悟 通过也许是笔 也许是音符 也许是绘画表现出来 那才感动了当代的人 后代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大画家 大作家 大诗人 就感动千秋万代 所以艺术也好 文学也好 它是人对天跟地的勇叹以及战兽 人居于时间跟空间之间 写出了或者谱出了 创作出了他的感悟 同时可以通过他的作品 来感动别人 来让后代的读者 观者 听众 都能感受到他的想法 这个时候 时间 空间 人间 三者灵定于一 我想我取这个题目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时间 空间 人间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早上醒过来 看看太阳 晚上睡觉之前 看天上的星星 喝一杯茶 或者泡一壶茶 或者包括在我们大便小便的过程里面 到在尿时 在我们的日常当中随时存在 有些人是通过艺术表现 而我们以为他很高深 其实一点也不 他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他就在你的一瓶 一溃 你的感动 你的欢乐 你的泪珠 你的汗水当中 所以我想诗啊 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也不是那么严重的事 它就是日常 就像佛也是日常 道也是日常 所有的宗教其实也都在谈日常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题目 我这个时间很短 所以我准备的PPT啊 内容多一些 我尽量用快的速度来跟各位报告 我来自台湾 这个是要来新加坡之前 我就上网 看到这个星曲文学讲座的这一个mark 设计的真好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我的讲座 我的这个演讲PPT当中 好 时间空间 这是我 当然我个人就不再做介绍了 我是从大概13岁迷上现代史 那我13岁迷上现代史的时候 不是因为现代史 而是因为屈原的离烧 这个很难解释 简单的说啦 我是台湾南投县 你们如果到日月潭到西头 到凤凰谷都要经过的地方 出产台湾最好的茶 叫冻顶乌龙茶 那是我的故乡 13岁的时候我把家里的书都看完了 我家是书店 就是开一般的书店 看完了没有书 所以就上网去找书 那时候我也没有网 我就透过那个书的版权页 写信给在台北的重庆南路 有书接那个连带 请他们寄书的目录给我 很多出版社很感动啊 都寄给我 那我在乡下 我只能通过书的目录 用图书馆的禁卫法 第一啊 总论啊 然后接着呢 是文学啊 那从里面去挑书 结果看到一本书 叫做《黎骚》 作者叫屈原 去原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小孩子也都知道 可是我13岁啊 我看到《黎骚》这两个字啊 根本因为没有学问 我就觉得这个书啊 又黎又骚啊 大概很适合我来看 就划播 就写信啊 划播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寄回来了 一打开书 我愣住了 里面我们台湾是用注音的 里面没有注音 没有解释 它是明朝的课本 复印 所以我等于看到一本天书 这让我非常生气 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当一个诗人 我要像屈原一样 写一本让将来13岁的孩子 读也读不懂 背也背不懂 看也看不懂的诗 就这样走上了这一条路 所以有时候啊 人生之中啊 有很多东西 是因为误会 是因为愤怒 是因为不服气 是因为想做点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样走上来了 那么台湾的心思 其实很短 它比中国还短 各位都知道中国从胡适啊 胡适 开始它的常识集 接着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时候 胡适跟陈独秀 主张要用白话开始 那么台湾呢 大概要到1920年代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受到日本政府 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 台湾内部呢 谈的 讲的 写的 都是日文 所以到1920年才开始有新诗 那么这样一发展到今天呢 算起来98年也快一百年了 那这一百年来 台湾的诗人非常多 比如说近这几个月 世事的余光中 前几年过世的弱夫 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大诗人 那每一个时代的诗人 在我来看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他们是在不同的年代 用他们自己 处身在那个年代的位置 来看那个年代的社会 那个年代的生活 用他们的笔写下他们的诗 最后映造了整个台湾的天空 那对我来说 在这样的一个天空下 我个人啊 诗的创作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很卑微的 我前面有很多重要的诗人 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已经诞生了 那我十三岁已经抄了屈原的黎少 我那时候很幼稚的想要当一个诗人 那写到现在也刚好到明年就五十年了 那这半生呢 我只产生了一些作品 等一下会介绍 我觉得还是很不足的 就像屈原所说的 路漫漫其修原兮 乌将上下而求所 屈原讲的意思说路还很长啊 我要上天我要下地继续去奋斗继续去追求 上是天天是时间下是地地是空间 我在其中我如何去追随我自己的创作 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 可能是我要自我要求的 那么简单讲一下 我刚刚有提到 我是1950年代 出生在台湾的中部山村 这个是台湾早期的坎榜 卖的是洞顶乌龙茶 也许各位去过台湾到日月潭到西头 这当中你就会听到一大堆要卖茶叶 台湾的洞顶乌龙茶 那么一直要到我大概进入了大学 我是在1973年进入了 当时在阳明山 现在叫中国文化大学 我读的是日文 那么也因为我喜欢文学 所以接触了相当多的台湾作家 因为那个年代 日本统治台湾50年 有很多作家的作品 是用日文写的 那我就通过日文 我勉强可以阅读这些作品 那么到1975年 我因为被担任 被推为华钢师社社长 这是一个大学校团 当社长之后我才感觉到 我应该有作品 这个时候我大力的 我大量的写作 最后写出了大概我大四那一年 写了我的第一本诗集 叫做《银杏的仰望》 作为一个年轻的诗人 22岁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我希望在那里面表现我的特色 那么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两个特色 一个特色是用诗行来写诗 一个特色是用台语来写诗 台湾话就相当于在新加坡 叫福建华 福建卫 其实差不多都是闽南的 闽南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诗行诗 是通过中国的古典 包括从我开始被离烧 到后来被诗经 到后来唐诗诵词 那也包括更早一点的汉复 厚一点的圆曲 背了这么多以后 我觉得台湾的现代诗 也许应该要有韵律 要有新的格律跟节奏 所以我希望通过诗行 去表现台湾诗里面的那种新的格律 这等一下也再说明 到了1979年 我开始写叙诗诗 我的叙诗诗是用1930年 震撼全世界的日本用毒气 来压制台湾原住民的物色事件 用飞机用打炮去镇压台湾的泰雅族 现在叫赛德二组 我把它写成大概将近三百行的物色诗 那后来也被谱成了交响乐 这个交响乐也许我们值得听一下 所以我们来听一小段 另外有部分是我自己的朗读 好 我们来听一下 好 我们来听一下 那些物色啊 好 我们听很短的一个小段 我本来听一下 这是一本小段 我看你会听一下 一本小段 这就是一本小段 我看你会知道 这本小段 我看你会听一下 一本小段 被读解一下 一本小段 那一本小段 对我吃饭 你会听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刚刚听的是一个序曲 他是用交响乐 后来出了一张CD 这当中也有我自己的朗读 不过我的朗读输给刚刚我们的思怡先生 他的朗读 我坐在台下听非常感动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故事里头的前几句就好 因为我们有时间的压力 一群落叶 我们不能不走了 我走了 霧社 自如传说 传说魂蒙触开 所谓黑夜是没有的 所以因那一句 即使梦也是看不到的 大地光明 太阳照个不停 向西方 跑掉一个太阳 自东边 又升起一颗布 这就是他一个头 要练三百多行 练了大概最少半个小时 OK 我刚刚有提到四行诗 四行诗跟中国的古典诗词有关 就是我在背诵的过程当中 从13岁背诵到大概20岁吧 七八年间 我对当时台湾有一些 比如说超现实主义的诗 就是那个时候 洛夫他们提倡了超现实主义的诗 让大家听不懂 让大家觉得 诗怎么会那么悬那么怪 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人 也觉得应该改变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就想 也许我可以把 中国古典诗跟文 当中的那种格律 带到现代史当中去 那就有十行诗的出现 我从大学大概三年级写到 十年之后出版的十行集 那十行集里头呢 即使有相当的作品 到后来都被肯定了 当然包括其中有一首诗 叫《立场》 收入了台湾的国文课本 有的在高中 有的在国中 另外有一首诗呢 叫《草根》 最近呢 大概前年吧 2015年 歌手 歌星 黄韵玉玲 把他谱成了歌 听说很受欢迎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透过这个草根 来理解 或者看看 我在三十年前写的十行诗的内涵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我们让他播完 让大家能够听到完整的黄韵玲 如何诠释我的事 中文字幕 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所以只要弯路在渠暗中降临 所以只要弯路在渠暗中降临 我便默默深处处寻迷寻迷途 总是另一次扎根 艰固而愉悦的旅行 你在独来岛 转角乃着一片蜂巢 我坚然管你 美丽的微笑 我坚然管你 美丽的微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今时奔忙装在剧烈的缠绝 我也会揉取着体感忍受 我坚然管你 我坚持过渠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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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吧 還留我 是你回吧 我卻讓和你 美綠的微笑 我卻讓和你 美綠的微笑 這首詩啊 鋪成歌以後 有時候聽了會想流眼淚 我們都知道我們尤其是 我寫這首詩是我當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我當工兵 元敲十字港在台灣的工地裡頭 必須要挖 有一天就挖到一塌片草 我就想 我的命啊 我的生命 是不是也像草根一樣 老是被踐踏 老是被挖掘 也許很多人的命都是這樣吧 那你要怎麼樣才能夠 去對應你這樣的命運呢 我在這個詩裡面採取的是 你等待 等待第二天的沉入出來 你默默地伸出你的處虛 最後扎根 到了明年的春天 開一片綠色的草原 來還他對你的侮辱 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他說我才二十三歲 那這首詩呢 等到出版 當黃韻玲把他譜成 這麼動人的歌的時候呢 他已經是三十年後的詩了 所以詩曾經是在我二十三歲寫的 在時間上是過去的 等到他經過另外一個作曲人 黃韻玲 另外一個歌手黃韻玲 把他唱出來的時候 時間三十年過去 可是屬於人的那種 抗鬥的精神 那種不屈服於環境 但是也不是用很激烈的方式去抵抗 而是我用我的表現 我的成績來還給你 你對我的侮辱的這種堅定 那是人的特質 時間可以很長 空間可以很遠 那是人的特質 恒定足一 這才是重要的 就好像另外一首叫《立場》 這一首呢 我就自己讀給大家參考 這一首收在台灣的教科書當中 有時候經常連考考試 也會出這一首 那這一首其實很簡單 用最白話的方式 寫對人類來講 最難以解決的問題 你問我立場 沉默地 我望著天空的飛鳥 而拒絕打槍 在人群中 我們一樣呼吸空氣 喜樂或者愛上 站著 且在同一塊土地上 不一樣的是眼光 我們同時目睹馬路兩旁 眾多腳步來來往往 如果忘掉不同路向 我會答覆你 人類雙腳所踏 都是故鄉的 就這樣的一首詩 那這首詩是白話 所以我不必解釋 各位都聽得懂 我們在人生當中 經常面臨立場的尷尬 你什麼立場 你站什麼立場 互相之間會怨責 責怪 甚至因此而刀槍相向 甚至因此而有戰爭 可是你仔細想 仔細想那真的叫立場呢 就好像馬路上一大堆人 你走左邊我走右邊 可是我們最後殊途而同歸 都不見了 我們佔了土地 今天叫新加坡 那在我那邊叫台灣 或者在日本那邊叫日本 好像有國家 可是實際上你在思考 我們其實在一個地球上面 人類腳所踏的地方 不就都是我們的家鄉嗎 這個詩要表現的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大概1984年的時候寫的 我寫這首詩的時候呢 台灣有黨外運動 就是當時的國民黨一黨獨大 我們有黨外運動 年輕的學生包括我自己 憤怒的青年 都想要把國民黨推倒 所以互相之間就會問你 你什麼立場 我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去思考 在一個土地上 在一個國家裡頭 會有不同的主張 不同的想法 這些就算它是立場法 其實也只是路線 目的在我來看都一樣 目的是追求 如果是國家的問題 追求國家人民的安康 如果是真理 就追求一個真理 那人不必因為這樣 而互相殘殺 因為我們都在同一塊土地上 那就是地球 這是那個時候的寫作的想法 另外我當時 嘗試的另外一個方式 在1970年代叫做方言史 因為當時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的是國語教育跟國語運動 不准講方言 台灣的方言最大的就是米南語 我們把它稱為台語台語 在新加坡呢 叫福建威 我還記得1986年 我來新加坡參加的就是國際作家週 那是由政府辦的 還安排我呢 到國民小學 國校 用台語來朗讀我的書 結果發現都聽得懂 我那時候非常興奮 那麼在台灣呢 1970年代40年前 寫台語詩也是犯禁忌的 也是不准的 因為它違反國語政策 違反國家的政策 可是我內心裡面想 那是我的母語呀 我的母語為什麼不能用文字來表現 人類的語言 難道還有種族上的區別說 這種語言叫高等的語言 另外一種語言叫低等的語言 比如說這種語言是國家的 那種語言是地方的 還有這樣的分別嗎 我不服氣 所以我想我應該嘗試 那個時候台灣沒有多少人寫 也沒有字典 也沒有環境 政府又不允許 報紙不會看 怎麼辦呢 我心裡面想 我來嘗試看看吧 那我就寫了一系列的台語的詩 把它稱為《土地的歌》 那就是這個 這是1985年在台北出版的第一本 那在這個詩裡頭呢 收了一些我寫的台語作品 也許我們在座還有很多人 還聽得懂福建話 我們來聽聽看其中的一首 其中這一首是什麼呢 我當年的環境很差 可是後來的台灣不斷地改變了 客家的畫就是廣東的 客家語 原住民的畫 包括現在新住民的畫 在台灣都是受到重視的 那在這個狀況下 那在這個狀況下 前年呢 台灣的福爾摩沙合唱團 就以我的台語詩 也用我當時的名稱叫《土地的歌》 在國家音樂廳舉辦音樂會 那一場音樂會全部是我的作品 也有我 就在唱合唱團 在唱這些歌的時候 我上台做一些導演 後來出版了CD 叫《土地的歌》 作曲的人叫石清如 沒有想到這一個 2016年這一場合唱 在2017年出的CD 在當年呢 就入圍了這個台灣的金曲獎 到8月 我就因為裡面的一首詩 叫做《阿爹的本包》 得到了最佳作詞的獎 這都想不到 我有時候開玩笑啊 我寫《阿爹的本包》 是1975年 因為他得獎是2016年 你算一下 這時間有多長 40年 所以開玩笑說 20歲 我20歲的時候 就已經準備了一個獎 要給60歲的向陽去領 這開玩笑的 那你也可以了解台灣的政治啊 20歲的時候是禁忌 60歲的時候是榮譽 這不也是時間的差別嗎 時間會改變一切嗎 我們來聽其中的一首 是蠻有趣的 因為它 就這一首 叫做《川中爹要做求》 為教真愛的道路 小生的 avail God 嚇無憑勵樂的道 這把觀想為我 幸福了 不要令你 《川中爹要做好求》 為教真愛 靠道 恢生的文ى 有心情的両面 心情両両爱情両 川岳北 心灾両不停 跟你振的路 丁定你的法庚的春春花 兄弟书的嘴 公布你也有义书的三面 一无欺負水 全无欺水 也有无情両面 有丘老虎是人 乃真爱唱我歌 祖教重要重要 尚是山业顺利 祖教教是重要 乃真爱唱我歌 鸡鸣车会在军队小宝 乃真买过阳 乃真爱啊 广公主本无杂生 便利无博赦 祖教重要 乃全民一世 天使为我自己 孙明我有一条金铺钢 叫若无造 同款各国唯苦肉 无人过客妇 丘老虎 人口味 伤味 乃真爱 乃真爱唱我歌 乃真爱唱 乃真爱唱我歌 乃真爱唱我歌 乃真爱 也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 因为没有打字幕 这个在国家音乐厅的时候 本来国家音乐厅都是很严肃的 结果底下很听 听得很高兴 一直叫了出来 他里面其实在讽刺 讽刺一个村长 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车子 要过那个西河 所以就假借名目 到处去说 我们因为村子里面需要交通 小孩子需要教育 我们的货物 我们种的各种果物需要运输 所以我们需要一条桥 到时候搞清楚了 原来他的车子 他买了一部车子 他需要有一条桥 是奉赐地方的政客 整个唱法很好 我有时候想 这些都是我 四十年前写的作品 为什么到了四十年后 我还能够听得到它 那这当然是我的荣幸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那也表示四十年前 当我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 我是孤独的 甚至可能是被排斥的 那假设那个时候 我就放弃了 我就哪知了 我的志向 就因为这样外在的环境 所以我就算了 就没有后面的我 所以人跟时间之间 是一个战斗的过程 当然你未必说 每一样我都要跟时间竞争 可最少有些事 当你觉得它是理念 它是你的理想 它是你的生命 你为它坚持一下 有什么关系 你为你的理想坚持一下 苦一下 忍耐一下 也许时间就会站到你这边 这是当时的想法 那我的诗到了第二个阶段以后 有了新的改变 那是1985年 我到美国的爱荷华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它是一个国际写作计划 跟我一起去的新加坡这一边 是王润华教授 当时他在新加坡 大学任教 那中国呢 是冯继才跟张贤亮 都是很重要的小说家 台湾是我诗人 那另外一个小说家 叫杨清处 我们到爱荷华去 我在那边就开始思考到 我的第一个阶段过去了 我有没有什么 可以拿出来跟国际社会 分享的东西 台湾并没有很好的英文教育 跟新加坡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那边呢 朗读我们的作品 要通过翻译 所以我那时候想 我听了这些外国的诗人小说家 他们的作品是国际的 台湾是一个小岛 我的作品就不叫国际的 那我有些什么 尽管我的英文不好 我能够用什么来奉献给 或者贡献给这个国际的文坛 或者诗坛呢 回来以后 我就开始思考 我想我应该表现台湾的特色 因为如果我跟随着世界的潮流 我没有自己的特色 那也不算是什么国际 那这个当中我思考到一个 它跟整个华文文化也有相关 就是节气 24个节气 用24个节气来表现四季 其实也就是时间的课题 所以我就写啊写啊 就冲着 像春分啊 我们前几天才过了春分 我就写 这样的诗啊 写了出来之后 在1986年出版 也在同一年 我来到新加坡 住在Ref City 好像是莱佛寺 莱佛寺的那个酒店 叫莱佛寺酒店前面的旅馆 也是我们现在住的 我现在住的地方 这几天住的地方 那在那里呢 我也想到了四季的颜色 去表现台湾的独特 空间 我要写的是台湾 但是我让我的空间呢 可以到爱荷华 可以在夏威夷 可以在新加坡 在我去过的 我双脚所踏过的 外国的土地 然后把它写成诗集 那这个诗集呢 很受欢迎 出版之后没多久 美国的一个汉学家 叫陶旺基 Jong Bakun 他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后来呢 也在美国出版 接着呢 是当时我还不认识的 瑞典学院的院士 马月然 他就是负责 投票 投票给诺贝尔奖的 院士之一 他当然不是只有他 也不是只有中文 还有人是英文 还有人是西班牙文 法文的 那1987年 他到台湾 这本书被他看到了 他相当的喜欢 那其中有一首叫小曼 他就把它翻译成瑞典文 在瑞典的报纸 在新闻版来发表 谢谢 这个很好 有水最好 好 那现在我想 用这一首来谈谈 时间空间的关系 给大家做参考 这首诗呢 小满 我练一下 但是我就不要 咬文绝字了 我就用我们台湾腔来练了 一只青蛙扑通跳下池塘 打破树上乌鸦的睡意 荷叶跟着精湛几下 水面的涟漪一圈圈 把晋级扩散了出去 莲花孤独地坐着 郁闷的夏日午后 连云们都懒得来相陪 一行蚂蚁运搬着面包屑 剖腹节奏地走过土丘 剖腹节奏地走过土丘 一行蚂蚁运搬着面包屑 连云们都懒得来相陪 郁闷的夏日午后 莲花孤独地坐着 把晋级扩散了出去 水面的涟漪 一圈圈荷叶跟着金蚕几下 打破树上乌鸦的睡意 一只青蛙扑通跳下池塘 各位有人笑 你应该听懂 这个诗很搞怪 搞怪的原因是 我从第一行练到第十行之后 这诗忽然就练回去了 我从第十行练回第一行 而且还有意思 对不对 这是回文诗 这是怎么写的呢 有一天我在台北的植物园 南海公园 那边叫南海 那植物园就坐在莲花池盘 忽然间想到 我看到莲花池的某个东西 比如说我看到一只青蛙跳到这个池塘 我就把它写下来 接着我看到树上那个乌鸦被惊醒了 所以哇的一声叫出来了 接着我看到好像荷叶跟着 因为在风在吹 它也吓了一跳 跟着跳了出来 我想我把这个写出来 一开头就写 写到第十行去就没有东西可以再写了 因为一个荷肠 一个荷花池就这么多东西 怎么办呢 我写四季的时候 是用每段十行 两段二十行 那这个很显然的就没有办法发展了 我也不能抽句子 所以我就很 也可以说很头痛 我就把诗放到抽屉里面 因为没有完成 在我来说 等到过好像一个月以后 有一天我打开抽屉一看 这首诗还在那里 我们那个年代是用直写的 用直的 就是上至下 右至左 我一看眼睛 台湾话叫做踏汤 就是眼睛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我居然从左边给他读过去 左边就是最后一行 一读也通 好啊 真好 我这样就又有十行 所以凑起来刚好二十行 得来全不费功夫 所以就把最后一行倒着往前 马月然会把这首诗翻译成瑞典文 表示作为外国人他看得懂 他知道这样的诗 可这个诗呢其实非常东方 他表现的是什么 你可以讲 他表现的是一种禅的意味 一种宗教性的思维 时间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 时间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是不是这样 你谁晓得谁是最前面的 没有 时间 无始 无终 没有前 没有尾 这首诗呢 先写青蛙接着是乌鸦 接着是荷叶 你以为他真的按照我们讲话 他真的有一个顺序吗 是先有青蛙跳下去才有乌鸦醒过来 才有荷叶跟着跳吗 其实在现场这些同时在发生 对不对 那我们因为人类的语言 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必须说先怎么样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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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就有前跟后 实际上在那个空间当中 这些生物 这些发生的事件 它是互相关联的 它是之间互相互动的 它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而时间也是如此 所以这首诗啊 其实就是要表现那个 无始无终 无境无垢的这种境界 写完了 就这样的一首诗 好 那这个诗呢 后来 我有时候很感谢台湾 我的诗集都是三十年前 最近不断的冲出 就是四季 刚刚收的这个小满的 这个诗集叫四季 2016年出版 1086年出版 2017年又重版 又以这个版本来出现 我想如果说 十行诗呢 跟台语诗 是我对台湾的文化跟土地的探索 那么四季呢 就是我对岁月 也就是时间 还有包括空间跟人间的影像的思考 我努力的这样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再听这个歌 我想 黄韵玲 曾经用这个四季里面的一首诗 叫大雪 来唱 唱得很好 大雪写什么呢 很白话的句子 我念他的前一段给大家听 你就想 原来这么简单 写诗 一棵小树在雪中流泪 一栋屋子在雪中流荡 一扇窗子在雪中流散 一把椅子在雪中流离 一片田野在雪中流浪 一道河川在雪中流失 一个人在雪中流血 这不就是大雪的心境吗 让你感到极冷的那种心情吗 我是一棵小树 可是我在雪中流泪 因为雪堆满了我的身体 太阳一出来 我就流泪 其实是雪在流泪 一栋屋子在雪中流荡 看起来我有小树 我有屋子 我有椅子 我有窗子 我有田野 结果全部在干嘛 流泪流荡 流散流离流浪流失 最后我的内心流血 这不就是很冷很冷 很冷啊 冷到极端 也想象不到 流行歌手可以把这个当成流行歌来谱去之 各位有兴趣啊 上网打黄韵连打大雪 就可以听得到 不懂啊 时间的关系 时间的关系 请你原谅我 那我们这几天 那我们这几天是春分 春分这首诗也是收在四季里头 我想练给大家听 这首诗也是用白话 我刚讲都是在日常当中 春分就是春天的时候 白天跟晚上各分一半 白天跟夜各分一半 所以叫春分 到秋分的时候也是喔 白天跟夜晚各分一半 时间上 仿佛循环着的日与月 我在东你在西 分别拥有一半的世界 仿佛站开着的花或水 你是桃我是梨 各自描绘不同的画面 仿佛远隔着的南与北 我上山你下海埋头 仿佛行相依的阴阶 背靠春天孤独使我们掉泪 大概要描述的就是这种心情 看起来我们两个人双飞 可是我上山的时候你却下海 你是桃花我是梨花 我在东方的时候你在西方 我们埋头谱写不一样的阴阶 所以我们是不是两个都背靠着春天 我是白日你是黑夜 结果都很孤独 所以孤独使我们掉泪 这样的一首诗 白话全部是白话 我的诗就是这样 我就是用最白的话 写也许有点深的作品 好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 我开始写一本诗集叫做《乱》 乱写什么 其实就在写我们当前的世界 而且不只写台湾 写整个地球 整个世界的乱 比如说战争 比如说仇恨 比如说人跟人 或者政治 或者社会 或者经济 对人的挤压 那这个诗写出来 当然它也反映了台湾的社会 台湾是什么社会呢 台湾是一个混语的社会 因为被殖民 所以留了一些日本话 那现在过去国民党执政 所以国语政策 所以我现在讲的话是台湾最通用的 你到哪里用这个话大家都懂 但它也同样的使那些原住民的语言 客家人的语言 闽南人的语言受到伤害 所以到最后干脆就有很多语言结合在一块 叫做混语 就是我们说这是混声的那种混 混语 但是不是混蛋的混 我想我写过这一首诗 这一首诗每次在台湾的朗诵里头 都会受到很大的欢迎 我不晓得各位的福建话是不是还记得 我试着 因为今的机会难得 我在这里来认为大家参考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 怎么样的一个年代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黄昏在昏黄的阳光下 没什么事 梦里面三小家 城市在星星还没出现前 一个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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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這是一個喧嘩而孤獨的年代 一人一家代公罵水人才的世界 你有你的大小號 我有我的長短調 有人愛吞哩咪 有人愛唱歌 也有人愛聽莫雜特 都不需要 那個落落頓 落落頓 落落頓的才可富士忌 吃不見漢堡 牛排 豬腳 雞腿 鴨桑 以及沙士蜜 喝不完可樂 咖啡 紅茶 綠茶 烏龍藥 喝一頭的白人滴威士忌 唉 這樣一個喧嘩而孤獨的年代 搞不清楚我的白天比你的黑夜光明 還是你的黑夜比我的白天美麗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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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快樂與悲哀同在的年代 七月半啊 你不知道死我的世界 你罪你的紙罪 我 迷我的金迷 你罪你罪你的騷擾我搞我的高潮 正下要簽六合菜都把那些子葉放在 沒得找牛郎 缸得吹牛氣 雙冠羅賓 兵人生 師師師莫莫莫是 我得意的標 標不完標車 標武 標股票 外加公共工程十八條 你快樂的到 到不禁 到山 到林 到國土 还有各地垃圾 你给我随便倒 哎 这样一个快乐与悲哀同在的年代 分不出来 我的快乐比你的悲哀悲哀 还是你的悲哀比我的快乐快乐 快快乐 做务都要拖 做人都要拖 平凡的我们 不知道要变什么梦 冲什么花贵 城市在星星还没出现前 已经蜜蜂蜂蜂 我给他看着彩虎 黄昏在昏黄的阳光下 无大事 忘了蜜蜂蜂笑嘎 这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 怎么样的一个年代 谢谢 果然你们都还听得懂 跟我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或者有时候在戏剧院也一样 大家听到这个都会笑出来 当然笑是有点悲哀的 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 在台湾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我试着用两种 其实在台湾它已经变成一种了 你到台湾去旅行 有时候它跟你讲普通话 对不对 但忽然间冒出台语 会不会经常碰到这种状况 你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好有些 有些人一听就懂 因为福建话 可是来其他的国家 就听不懂了 怎么忽然间 我一个日本老师 他中文他学中国话 他学到一个阶段 觉得都可以了 他就到来台湾 有一天他跟我说 很奇怪 我来这边我已经学中国话 学那么久了 中国话都听得懂 我访问人家的时候 忽然间冒出一句我听不懂 原来是台湾话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就如此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应该做一个结论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对谈 我的诗在台湾大概到目前为止 五六十首被谱成歌 被谱成曲子 但是最多的 流行歌很少 最多的都是在国家音乐厅 都是因为音乐家 用古典乐的方式 或者用合唱乐 合唱团的方式表现 其中有好几首 像一首叫做秋风讨北村 我们的相识 秋天的风读不到我的相识 另外有一首叫做阿爹的饭包 都得了最佳作词人奖 我因为这样意外 拿了一点点小小的奖金 我写诗不会有稿费 就是意外会得到一些奖金 这是我们今天不听了 这是我得奖的时候 记者访问我 谈得奖的新生 感受很深 不用了 请你下场 后来乱也得到了台湾的文学奖 就是2007年 台湾文学奖的新诗经典奖 一年只有 两年才有一本 两年办一次 那办一次 就是诗的部分只有出一本 他只给一本 我想对我来讲 我一生写作到现在 如果从13岁算 那么到明年刚好50年 半个世纪过去 对我来讲 我的题材可能不一样 语言可能有华文 有台语 但是一样的是什么 我一直面对着我所生存的社会 这个社会有我脚下所踏的土地 有我周边我的同胞他们的呼吸 最后有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生命跟岁月的见证 何而唯一就是时间 人间家 时间空间 加我自己的人间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 在新加坡 和在座的各位朋友 分享我自己写作的一些心得 我想这一趟来 对我来说 不是只有32年后来到新加坡 这一趟来呢 也让我更深刻的发现 32年前 当我年轻的时候来新加坡 32年后 当我进入初老的时候来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样的 可是我的心境不同了 我对新加坡的感觉也不同了 我想人生啊 什么叫人生 人生就是你旅行在不同的时间 也旅行在不同的空间 然后感悟到作为一个人 像陈子昂那样的 恋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泪下 当然我不必 我们来新加坡 还是高兴得很 我并没有掉下我的眼泪 诗啊 这我来说 不能只是我们只看到空间 我们还必须要看到这个空间底下 那些时间的纹路 比如说我这几天也读了 在新加坡的诗人 包括等一下的对谈人 包括我们在座有一些诗人 叫卡夫 他们用地字来写新加坡的每一个 写新加坡的海港 写新加坡的包括新加坡河 那里面不就把新加坡的历史 新加坡一两百年来的沧桑 也都放到里头去了嘛 正是因为有这些时间的要素 在这个作诗人的作品当中 所以就像我 很少来到新加坡 我读他们的诗的时候 我都能够感觉到 新加坡的喜乐 爱痛 都能够感觉到 因为时间进去了 所以绝对不会有单纯的空间 我32年回来到新加坡 其实那当中就带着我 32年前对新加坡的记忆 因为有这个记忆 新加坡对我来讲就有意义的存在 我今天要谈的其实就是这样 土地 历史 是时间跟空间的照应 我们人存活于其中 我们其实非常的孤独 也非常的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我们留下来 不是我们的肉身 而是作品 通过作品 写就是了 我想鼓励在座有很多年轻的 十七八岁 甚至十五六岁的学生们 我看到你们的诗啊 诗能够证明你的存在 好 最后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分享 我的写作生涯 谢谢 好 下来我们有请 今天的对谈嘉宾 陈志瑞博士上台 陈博士是新加坡著名的诗人 新加坡华文教育中心的院长 以及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 有请 尊敬的各位朋友 尊敬的向阳老师 我坐在台下听向阳老师的演讲 我是非常激动的 为什么呢 今天的题目是时间 空间与人间 我其实觉得还有一个间 在自理行间 其实缘分就在这四个间里面 在冥军之中就不断地出现着 联系着个人 向阳老师说他跟新加坡的缘分是在三十二年前 我跟向阳老师的缘分可能跟很多人一样 都是在自理行间建立起来的 我在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台湾念书 我们上现代文学课的时候 老师讲的就是向阳老师的十行师 那时候非常的惊讶 看到那时候是年轻的向阳老师 在一个非常 不强调革律的一个年代 要建立革律 后来听到向阳老师 还有台语师 也是一个刚刚解研的一个年代 提出很新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很了不起 在我们班上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向阳老师 在某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 我到更新文教院去上课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听说 有一位叫向阳老师 要来给我们讲课 我那时候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学员 坐在台下 听着向阳老师 朗诵他的诗歌 这感觉 就跟刚才听向阳老师朗诵 一模一样 我想各位跟我一样 向阳老师在念中文的时候 是好 可是他念台语的时候 那个七情上面 那个的投入 才真正是向阳老师的那个本色 所以 我觉得这四个间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终于有机会 坐在台上一起地对谈 我是心里充满了感谢 这是诗的一种缘分 那今天对谈 应该多让向阳老师说 我想我们台听得不太空 那我先就请教向阳老师 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其实 我觉得跟题目有关系 时间 空间 人间 那我们都集中在一起说嘛 可是我觉得 您刚才说 是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大不了 很不简单 很不容易 那其实到底是哪一个最不容易 如果要写在自理行间 写入自理行间 哪一个是最难的 我们可不可以请向老师 再针对这四个间 或者这三个间再谈一谈 好 谢谢志瑞教授 你看他多锐 锐气的锐 锐利的锐 他嫌我讲不够 他说 而且他也多了一个间 我才时间 人间 空间 他家的自理还有行间 世间 我想这里面最不容易的 其实是人间 时间好处理 因为反正你生下来 你都不处理它 有一天你会变成老人 对不对 所以时间你可以不管它 空间呢 你活着 像我刚刚讲 你如果站在你的土地上 你爱那个土地 你可以忠老其上呢 你可以从小到老 都在那个上面 而且没有遗憾 可是人间最痛苦 各位都晓得 喜怒哀怒 人间的各种情仇 还有人间的各种险恶 所以处理人间最难 好的最好的文学 通常也都是把人性处理 到最深刻之处的文学 包括我们看 莎士比亚的各种喜剧 鱼尔王里头 那种人性之间的煎熬 那种父子亲情之间的煎熬 人间最难解 而且对诗人来讲 最简单的是什么 自理行间 就在里头跳舞嘛 使用语言 使用文字 是作家 他本来就应该擅长的 在自理行间是最容易的 那处理人间最困难 向阳老师 您说人间最困难 可是我觉得你处理的人间 处理得非常的 有您的技巧 比如说刚才您提到四季 表面上写的是 这个台湾的这个四季嘛 然后24个这个节气 好像表面上写的是这个时间 也讲台湾这个空间 但其实里头 蕴藏的都是这个人间 就台湾的人 我在读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感动 我不知道各位 刚才向老师也朗读了 那之前如果没有读到的话 我就说太好了 基本上就把这个里头的人 也写出来了 然后我昨天我们 我第一次真正跟江老师 坐下来一起吃饭 我就跟老师说 江老师 可是我新加坡 没有这样子的节气 新加坡是中年四夏 那没有节气那怎么办 我们如果要写这样子的东西 怎么写 我想用这个问题 再问向老师一次 对啊 这怎么办 我写 我用24个节气写台湾 其实台湾也没有大学 对不对 台湾是 就是以新加坡比起来 当然台湾有春天 我们称台湾四季如春 来到新加坡就四季四季下 对不对 那怎么写呢 我自己的例子是这样 我刚刚有提到 我台湾没有学 我就用爱荷华的学 爱荷华下雪的时候 那个心情 我想到我的故乡 我梦到我的父亲 我说我在梦中梦见我的父亲 然后他也来到 跟我走到窗边 看着窗外的雪 说这里的雪太冷了 我们回去 回到故乡铺满落叶的土地 这不就大雪 小雪 我记得是小雪 这不就是雪吗 刚我念的那个大雪 那是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呢 在美国如此 在中国的北京 或者日本的东京 前不久才下大雪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栋屋子 在雪中怎么样 所以虽然台湾没有 可是台湾也有这样的 流离 什么叫流离 穷人 他穷到没有房子住 也有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椅子坐 我就把这个通过外在的景观 来写台湾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 人间的苦境 就是通过外在的自然的景象 当然它也不会只属于台湾 你要把大雪放到俄国也可以 要放到英国也可以 因为我们写的东西 不能说我要写台湾的诗记 所以到最后只局限在台湾 有些东西是台湾没有 我可以借外国的景 台湾有的 我可以写我内心的情 用这样 以新加坡来讲 不会很难 新加坡外面就是海 当中有一条最大的河流 应该叫新加坡河 新加坡有过去的 华人的移民的历史 那个历史里头 有华人在民俗上 使用24节气的习惯 也许藏在历书当中 就是要翻农民历的时候 我不晓得现在在这边有没有使用农民历 台湾社会到现在还用农民历 还决定什么 我今天合不合理 要出去可不可以 今天的时间 能不能嫁 能不能娶 能不能去帮人家 上人家的上笔去致电 还有很多人相信 我想只要你愿意写 其实题材无限 在新加坡 还是在马来西亚 我忘了 有一位朋友 他是提倡24节气的故 大谷的故 好像很久了 他就跟我说 他写信给我 说为什么他倡导这个呢 是因为24节气 他读了我的事迹 有感而发 所以开始想推动 想发扬 每个地方 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所以自己发想 写自己的特色 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非常好 24节令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听过 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真的是听过他们表演 非常精彩 所以其实马来西亚 也跟新加坡一样 可能没有四季 但是我们可以用 其他的形式重现出来 我觉得像新加坡 我们在座也好多位 诗人朋友 甚至有些学生 也开始写诗了 我们挑战一下我们自己 在没有四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四季诗 不过我还要讲一点 就是有关这个四季 这个诗 这个诗 真是太好了 老师说他三十年前 被红到今天 你看 成名要趁早 当年 小朋友 各位同学 要早早写好诗 你这三十年后 就开始不断地在出版了 我觉得这个诗 因为配合着节气 配合着时间 所以你可以每年不断地读 每年那个节气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再读一次 刚好我今年 又准备这样子的一个对谈 就在阅读老师的四季诗 然后我发现 比如说那天 金哲 金哲事情很多 会打雷 会怎么样 事情多 我发现我读老师的诗 他写在他当年的金哲 我在用今年的金哲的心情 读着他的诗 同时 我把它抄了下来 一面抄 我的心情就沉静了 就安定了 诗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因为你知道 在同一个时间 有另外一位诗人写着 类似的一个心情 你就取得了一个安定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四季诗的 喜欢到真的写了下来之后 我跟老师说 老师 我那天抄的那个 您的金哲诗 我要把它送给您 真的还带来了 趁这个机会 就要送给老师 其实我不是刻意写什么书法干嘛 但是确实是在一个 被安抚 被安定的一个情况下 写的这首诗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很尊重的 很尊敬的送给老师 我们继续 因为他送了这个 我一感动就坐不下去 我的脚就不能弯 因为自瑞 前时把我的诗当成 金刚精在操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不适合坐下去 坐下去就像带一个大师 那不好 台湾最近都在感谢师父 感恩师父 怎么样 你也做 我也要做了 我只是让大家笑一下 我也要做了 感谢您的膝盖 感动了 谢谢 对写诗的人来讲 自己的作品 其实知道并不是那么好 人啊 不可能永远都很好 尤其是在我来讲 我大概30岁的时候 有一些四季的诗 完成在30岁左右 那当中 其实我那时候也年轻啊 我那时候比你现在还小啊 可是我那时候写的诗啊 结果居然是您现在来操 而且你觉得对你有稳定的作用 这对我来讲是莫大的荣幸 我非常感谢 非常感恩 我们写作的人呢 没有什么 尤其在台湾也一样 没有什么报酬 我们写的诗啊 在台湾一点也不值钱 我想在新加坡大概也如此 只要是商业的社会都是如此 所以什么才值钱 到最后是因为有人感动 那即使只是一个小孩子 他朗读你的诗 然后他很高兴 那就够了 我记得我刚开始写台语的作品的时候 在台湾的环境是不容许的 那怎么办呢 没有地方发表 我就发表到没有稿费的小诗刊 叫利 那没有地方发表 那怎么办呢 我只好到每个大学里面去朗读 有时候还跟着温瑞安 就是那时候马来西亚的乔生 他到台湾读书 然后到处去 有台语朗读 只要看到读完呢 有人掉下眼泪 在台湾这种诗 很容易有人掉眼泪的 我就觉得满足了 我想作品写作大概就是这样 不求什么 真的 真的不求什么历史的定位 求的是我的作品 能够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或者无意之中感动他人 这样就够了 谢谢你 我会增长 谢谢 谢谢老师 是的 作为诗人老师 我想您是非常非常的富裕的 那个感动的眼神 掉下的眼泪 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想接下去我们谈另外一个 另外一本诗集 刚才我们谈了四集 我们谈谈十行诗 十行集 十行集当然也是老师早年写下来的 而且是很大胆的尝试 把新诗格律化 用十行来表现 为什么十 那时候我立刻想到 是不是一个豆腐干 有人听说是豆腐干 为什么十是完满 完整 完全的一个意思 那老师的那时候 创作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 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请老师先谈谈 我们再谈里面的诗 待会儿 谢谢智瑞教授 他的确是非常 在台湾把这种叫做巷子里的人 巷子里的人 用福建的话 就是行啊来的人 行啊来就是小巷里头的人 那什么意思呢 有人知道吗 就是来行 内行人 因为他在巷子里头 在行啊来的人 是同一个领域里头的人 对啊 为什么你用四行 为什么你不用四行 中国的绝聚 对不对 一百的敬业诗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诗故乡 不就四行吗 四行是中国的很多诗 包括诗经 观观居咎 在河之洲 窈窕淑淑女 君子浩球 大概都是这样 四行一列 四行一列的下去 就是中国 要不然你也可以用八行啊 八行用律师来处理 因为如果你嫌中国的不好 也可以用 用十四行提啊 Sony Songline提 用十四行啊 为什么要特别用十行 我时间关系 我简单的说 我就不想跟你们一样 对不对 要不然我创什么呢 我如果也写四行 那人家早就有了 有什么好提倡的 所以我就想我应该跟他们都不一样 我也不要八行 也不要四行 也不要十四行 好那怎么办呢 我就想到 如果四行成为一个句子 那我多一行变成五行 就不一样啊 对不对 五行金木水火土 不是很好吗 后来一想 那五行啊 好像没有个对照 太孤独了 因为一二三四五 两只手 两只手应该是十嘛 所以第一段右手 第二段左手合起来 刚好合掌双十 对不对 两只手变成十 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是一个原因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 其实这也不是我独创的 你如果看过洛夫啊 写那个十四之死亡 有没有 他的格式就完全一样 跟我一样 但是他不可能跟我啊 因为他的诗发表在前啊 所以应该是我看到他的诗 受到了某些感应 而他又没有称他为四行 那我又要自创那个品牌 我就用了这个格式 所以四行 那十四行其实在诗里头呢 他也未必是最好的一种形式 所以最近台湾也有人 在弄携句 携句就是四个句子啊 最近爸爸嚣嚣他们 我总之我觉得 现代的诗啊 那还是需要一点规范 那当然不能太过不自由 那这个规范过程 每一个人可以去思考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在写什么一行诗 也有人说我要做两行诗 台湾从一行到十行都有了 现在都有了 每一个人都有 那很好 每个人都来尝试 就是比较少的是什么 一字诗 就是一个字的诗哦 有没有这样的诗 有哦 题目比内文还多 我举个例子 有一位叫周策仲 非常重要的学者已经过世了 他写过五四运动史 他的诗只有一个字 但是题目两个字 我练给大家 然后看看你 能不能把那个字解出来 清明节的清明 然后他只用一个字 就变成一首诗 而且很受讨论的 各位能想出来吗 立刻想出来 我就送他一本书 如果没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解答 我们说清明时节 雨纷纷 对不对 所以清明时节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雨 下雨的雨 路上行人欲断魂 所以你会看到哪个空间 路 然后把雨跟路加起来 就变成一个字 什么字 路诸的路 所以清明时节的时候 是不是雨上 那个路上都是雨 人们所看到的都是朦胧的路 路又是眼泪 所以就是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不就只有一个字叫路吗 这叫一字诗 结束 结束 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谈一谈里面的几首诗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被几首 特别是向老师写给女子的 是特别感动 我就跟向老师说 向老师 你是在还债来的 写给女子的哪几首呢 有三首是吧 一首是额纹 额头的皱纹 写给妈妈的 一首是耳语 写给太太的 一首是鼻息 写给女儿的 不知道向老师 要不要看一下 您都记得吗 都记得 这三首 我记得前天时候到958去宣传的时候 还特别读了向老师写给太太的耳语 我非常喜欢 其实我有一个用意 也顺便读给我太太听 让她在家里也可以听到这样 向老师您可不可以说说这三首 对您的意义 这三首呢 其实就是题目呢 日常 跟日常是要对话的 我不认为诗人有什么特别可贵或者高贵之处 诗人也是人 而且是平常的人 我们写的诗应该从我们的日常出发 年轻时候我就这样 到现在我还是这样 那像俄文呢 是写给妈妈的 谈的是什么 时光跟家世 不断地袭染 所以把妈妈的头发呢 从黑的头发染成了白的头发 就时间是个染法师的意思 然后又从白呢 又染成了灰 就是头发白到一个阶段以后 因为没有色泽了就变灰了 那接着呢 又像错落的芦苇 把让了一点一点的后退 到最后留下什么 在你的额头深深陷入的那个痕 额痕 你看这都是白话 可是它就可以让你感觉到 人的脸容的变化 时间是一个磕痕 时间是一个大的雕刻师 这是写妈妈的第一段 那到第二段呢 是谈一个孩子 对母亲的那种 面对着她的额文的时候 的那种 也可以叫做感叹 那写给太太的当然也一样 写给太太的更是日常生活 说每个早晨呢 你都在耳边就叫我 起床啦 上班啦 吃早饭啦 那每个晚上呢 你都在我的耳边叫我 起早啦 做事啦 该睡啦 流血流水一样的 我们各自拥有生活的河床 那今天回到家里来 你却很羞怯 原来怀孕了 就这样 激动的 我涌住羞怯的你 流水般的我们 将要共同互卫 结晶的爱 这都写在1984年 我刚刚本来想要提醒老师 老师您的太太在下面 要小心一点 我太太当然在下面 是方子老师 这个非常非常感动的 给妈妈跟太太的 后来还有一个女儿的 我发现 刚才他们跟我说 时间差不多 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特别是给学生 颁奖的那个环节 我是不是在这里 要稍微先打住 虽然我还有很多话说 其实我准备了 好多我看到老师的讲义 等等好多问题想问老师 不过最重要的是 要感谢老师 您的诗滋润了我们 感动了我们 会继续如此 谢谢 感谢 谢谢他 我要谢谢志瑞 因为他跟台湾有点渊源 所以我来到了 昨天我看到他说 感觉他好像是台湾的学生 而且他的脸长得很年轻 有孩童的那种志气 他的头脑是有锐气的 他的脸是有志气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亲切 我的名字叫志瑞 所以有志跟那个瑞 谢谢 也要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两位 虽然我现在不让 长得很志气的志瑞博士发问 但是我把机会给你们 现在是由你们来发问的事了 听了这么多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两位老师的 来 那边有位同学是吧 好 请到麦克风前面好吗 老师好 我能请教您一些问题吗 是这样 刚才您提到了 您的诗行诗把新诗给格律化 那么把新诗格律化的这个过程 就涉及到了两种诗歌题材 一种是格律诗 一种是新诗 您能不能简单地谈一谈 您认为新诗和格律诗 他们各自 他们各自本质上的优缺点 我来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民国的时候 有的作者认为 这个有的作者认为 就是批评新诗 他们感觉 他们感觉像格律诗 尤其是因为格律诗 他可能会有对账 他可能有这样的格律 比较有音乐感 更符合人这个 抒法感情的需求 那么新诗 他可能会打乱这个节奏 然后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担心 但也有人说 新诗能够打破这个束缚 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新诗 和格律诗的关系 然后如果要把他们两个 结合在一起 您认为应该采取一种 什么样的方法 谢谢您 谢谢您 您可以请坐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深刻 它是一个 你现在几岁 17 对 不简单 因为谈论这个 他谈到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写新诗 可是却又强调格律 那不就有矛盾吗 这个矛盾简单的说了 格律 就是希望把诗 束缚在一定的格式跟范律那中 比如说他押韵 比如说他的语句 像在古典诗 他甚至连节奏 句子都要一样 字述要一样 还要凭着的要求 这是格律 那不就违反了原来新诗啊 想要打破旧诗格律的那个想法吗 这个是他的问题啊 非常不错的地方 的确啊 我们在读民国初年的诗的时候 你读胡适 我从山中来 戴得兰花潮 朝朝平顾习 夜夜不相忘 那不就用了中国的 五言的那个 五言的格式吗 那另外像 像徐志摩 他最喜欢模仿十四行体 伤害体 像偶然啊 像我是天空 你的一片云偶而投影在你的脖心 那像 其实包括爱情也有不少 那另外像文医多呢 他甚至呢 弄了一个格律式的死水 全部是其头其底 所以从新诗 开始解放古典诗的束缚之后 一样的又回过头去 要找一个最适合新诗发展的格律 所以他是在矛盾当中 又要求什么 求突破 在突破当中 又希望能够回到统一 那个过程 所以我想 您的这个问题 我第一个回答是这样 第二个他有没有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即使像我主张十行 我也很难让十行每个字都一样 那每个字都一样 到底要一样到什么状态 它才是最合理的 如果全部都一样 那别人要怎么写 那些问题都来了 所以我只能克服我自己这一端 我这一端就说 我尽量让它在行数上面 比如说我说十行 那就真的是十行 其他的部分放任自由 可是即使放任自由 它还是有一个要求 格律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刚刚这位同学也提到的 就是音乐性 就是如何调制在没有过去的限制 过去的限制是唐诗一定有一个凭着的要求 宋词宋朝的词 它甚至有词牌 曲呢会有曲牌 连那个调子都要对 可是现代诗或者新诗没有 所以我要想尽办法 让它符合我们谈话 说日常话的时候的律动 这变成你要自行调节 在这个部分造成了一个 也可以叫做考验 假设这个考验能够通过 我自己的例子 我自己的例子 别人我没办法帮他举 像我的很多诗 为什么音乐家会拿去补曲 不是我拜托他们 不是我带着我的诗集说 恳求你帮我做曲 他们自己做合唱家 歌手 包括黄韵玲 为什么他要做我的诗呢 那就证明我的诗有音乐性 所以在那个部分 我觉得那个叫看 作者个人天分也好 后天的努力也好 那至于将来 新诗有没有可能说 成为一个固定的格力呢 我现在年纪老了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我年轻的时候是想望说 我弄一个十行题 看看有没有人跟随着我 后来我想也不太对 新诗嘛 既然是新诗 他应该有各种可能 我宁可把我对格力的追求 也当成是其中的一个可能 一个努力 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 刚要你做你不做 你现在站到这么站很久 我如果继续讲下去 你会怎么样呢 请坐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还有哪位有问题 好 这位同学 请到麦克风前面 告诉我们你来自什么学校 和名字好吗 大家好 我是苏西嘉 来自南朝中学 我想问的问题是 跟台语诗有关 您在您的演讲中提到了 您13岁开始接触了黎骚 然后您的演讲中 也多数涉及了古典诗词 您认为台体诗会 滋长台湾岛内的去中国化风气 进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造成伤害吗 为什么你17岁 你都可以用到这种流行的 媒体的语言 包括去中国化 对不对 好 请坐 请坐 你在新加坡用福建化 会不会想到是去中国化 这又是一个思考 你在纽约 你不用英文写诗 而你用什么北京化写诗 你是不是在去美国化呢 你在日本 你不用日文 用韩文 你是不是在去日本化呢 我想这就是你的问题的核心 那万一这个国家 它的民族很多 它有四个民族 有些人用华文 有些人用英文 有些人用印尼文 怎么办呢 那印尼文 不就去新加坡化了吗 所以你大概知道我的回应 没有那个问题 但是我有一种 有一种想法 就是对于方言的传承 比如说闽南化的传承 并不一定需要 以文学的形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 比如说福建 方言得到了传承 但是它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化表现 文学表现形式 同时在新加坡我们也可以看到 方言成为19%的家庭 家庭语言 但是如果在台湾地区 台语得到了流行 并且得到了执政当局的推行 可能会被某些激性分子 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淡化 以及进而以推行他们的目的 您对此看法有什么建议吗 有什么看法吗 我还是很诚恳地回答你 没问题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决定别人的语言 是低等的语言 比如说当美国 英国人到美国殖民的时候 他可能看这些原住民族的语言 认为他们是低等的人 可是后来会发生不对 所以会调整 包括华人当年来到新加坡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面对这边的原住民族 大概也会觉得他们不是 他们是疑 他们不符合华 所以会有华疑之分 可是21世纪的今天 我们应该思考 别人讲跟我不一样的话 难道他就是低等人吗 我跟别人讲不一样的话 然后我就比他高一等吗 这是第一个思维 而且你那么年轻 第二个 每一种语言都有权力成为国家 或者公共 假设这个地方没有国家 那最少有机会 有资格成为公共语言 那他未必会成为公共语言 因为那是最后还是公共在选择的结果 因为方便 因为我要跟人家沟通 所以最后会汇聚出最多数人用的语言 但是有最多数人用的语言 不意味着那些没有被选的少数人的语言 就应该被割除 否则他就有什么 也许记载你的想法叫做台独 或者什么样的 所以我刚才回答你 就是说 像在新加坡 我假设我用其中一组的语言 那我做的呢 其实还是一样 做我自己的语言的复兴 让我的语言更有文化 这是回答第二 第三个回答另外一个就是 语言跟文学的关系 刚刚这位同学他说方言不可能成为文学的语言 我大概希望没有听错 可是你想淡丁怎么来的 莎士比亚怎么来的 当淡丁写神曲的时候 那时候的语言合法的 主流的语言是什么 对不对 当莎士比亚用英国的小地方语言的写的时候 那时候主流语言还是拉丁语言 我差一点说成沙丁语了 同学好像有点 我可以澄清一件事情吗 我刚刚所说的意思是 方言不一定要成为一种语言的文学的表现 所以还是同一个意思嘛 如果按照这样 那淡丁不用出来 那莎士比亚不用火了 淡丁是用拉丁文写的其实 我知道但是淡丁后来成为拉丁文学的首要 在他写的时候他也是方言 意大利的一个方言 等到拉丁文成为欧洲主要的语言 流行的语言的时候 可怜的莎士比亚随着剧团 在很多小乡村这样不断的演出他的东西的时候 用的就是英国的语言的方言 我的意思我们不能瞧不起任何语言 包括我 我假设用闽南语或者台语在写 我也不会因为这样认为华文 华语不好 每一种语言有他的语言的格 每一种语言都是我们人类 应该珍惜的文化 好吧 我就回答你到这里 好 谢谢 陈博士手上也有几个问题 是我们观众不好意思发问的 由他代问 好 我来代问 老师这个问题是 老师您好 对于一位写古典诗或者是新诗的创作者而言 素材要如何选择 写出来的作品才是精彩吸引大众的 谢谢老师 就是选材要如何选材才会吸引大众 不容易 不容易 这问题也问得很好 反正这里面都有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我如果写古典诗 我要怎么样写才能让它大众 那很简单 我们从历史上去看 我如果是个白居易 那就真的是大众 凡是有井水 有人在喝井水的地方 都会唱我的歌 所以他就会通过 像唐诗到最后很多都是可以唱 到了宋词 甚至就是每一个都可以唱 作词的人就等于是作词的 所以叫词嘛 所以一个古典诗也好 现代诗也好 当他要大众化的时候 第一个他首先必须采取的是 大众所使用的语言 要让大众听得懂 这是第一个 可是如果我让大众听得懂 就没有把它写好 那需要我干嘛 比如说我们写诗 假设我们在技巧上面 我们在语言的上面 我们在那个境界的上面 没有办法营造得很好 他就不叫诗了 他就不是文学了 所以这个变成对写作者最大的考验 就是一方面你要用大家听得懂的大众语言 可是另一方面你用大众语言 却又要能够逃注出具有文学跟美学意义跟价值 有艺术性的作品 困难也是在语言 潜语最简单 用潜的话来讲是最简单 可是要用潜的话写出有内在的东西 包括思想感情最不容易 我们写现代诗的写新诗的 都在这个上面努力 那我这样好像都还没有回答吗 那就选材 所以第二个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材料 其实没有人规范任何人 我们人生天地之中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的材料 所以双眼所见都是创作者 不只是诗人 包括画家音乐家 你的双眼所能看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你的材料 就像对一个好的厨师 或者手艺的厨艺的人来讲 全天下整个世界上的所有的 食材都是他可以用的 所以题材来自哪里 回到这里 来自日常 来自生活 有些作家 他只有 只有什么书房里的生活 那就写书房就好了嘛 对不对 像听文悦写过书房啊 写到最后让他成为散文家 而且是大家 所以生活也不是说 所有的人的生活你都要写 写你自己的生活 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用别人听得懂的话 来写作 然后又写到能够感动他人 能够流传个几年 那就成功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向阳老师 我是欣强 可以分享你一些写诗的技巧吗 那比如说灵感方面 或者是层次性方面 这个我相信可以跟你多学 或者在你诗的方面 哪一首诗 几首诗是最流行的吗 那些你怎么写出来呢 谢谢 要我举实例 可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其实不够 我们刚刚听了一些歌 我还记得有一首歌 应该可以拿来做例子 我记得19 大概87年 没有没有 1979年 或者1980年 李太祥曾经用了我的一首诗 叫做橘探 橘探做了一个流行歌曲 然后由 谁啊 齐玉来唱 李太祥的曲子 其实不是流行 他是有点五点乐 所以他的调子很高 所有的等待 这样的一个吊手 只为尽限去 这样一路的冲上去 所以只有奇异能唱 结果呢 他却很畅销 很受欢迎 到现在 在台湾 有很多 像我这样的年纪 六十多岁的老阿公老阿嬷都还会唱 而且都唱给我听 都很有名 包括像有些诗人 像徐悔之 他五十岁 他对这首歌 耳熟能详 其实他是诗人 所以这个是个例子 那至于技巧 我很难 因为技巧大概要花一个小时 有些技巧是这样 我们简单的 用三个方式来讲 第一个是文字要流畅 这是一个技巧 文字流畅 别人才能了解你的意思 那第二个呢 意象要鲜明 其实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要有画面 你写的句子里面 有图 有图 意象才显明 我说我的心情不好 我不如告诉你 现在外面下着雪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内心里面很快乐 我 我 我不会说我很快乐 很快乐 没有感觉 我告诉你 连外面的花都开了 这很白话 可是 心花怒放 你就难以为 所以要有图像 这是第二个技巧 第三个技巧最不容易 最不容易 包括诗人也好 作家也好 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有时候反而是 戏台上的 演戏的那个男女主角 还有鞋型 反而容易做得到 就要抓得住人家的想法 我抓得住你 也就是他 要能够感应到别人 我写的对象 比如说 我这个年代 1980 在写世纪的时候 那个年代 共同的感觉 要抓住那个心里面的感觉 这个技巧最不容易 这个技巧 你可以像那个什么 大的鞋型主持人 然后能够翻动这个 有时候包括政客的朋友 他们可以抓到 人们在想什么 这是第三个技巧 作家也需要这个 但这个不容易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你 好 非常谢谢向阳老师 也谢谢陈志瑞博士 那周兴渠基金为了鼓励学生 从事这个文学创作 从文学中获得启发 体会诗人创作的深意 今年 首次举办了 星渠诗艺学生写诗比赛 题目就是 时间 空间 与人间 诗与日常的对话 一共有66篇参赛诗作 那经过向阳老师的评选 选出了三甲作品 及七篇佳作 现在就先让我们听听 向阳老师 对学生参赛作品的评语 有请向阳老师来讲评一下 台湾有句话 我开个玩笑了 让大家笑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等一下会不会笑 台湾有句话 他说 钱不好赚 你看果然都笑了 我就是去年 应该是去年 去年国际书展 国际书展在台北 然后基金有一位同仁 非常好 他们都先去听 听我们在国际书展讲什么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选定了我 私下来问我 有没有可能明年到新加坡 那时候离现在 还有大概13个月 因为是1月 我就觉得这个基金真的有心 而且那么认真 那时候我就同意了 同意了以后 当然我就要来讲 所以经过一年的筹备 这个过程 每一个基金的同仁 在跟我联系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客气 让我觉得这个基金做事 当然做事也就牵涉到做人 非常敬谨 非常谨慎 非常敬重 这就一个理智在那里 那后来我就发现 怎么要办诗奖呢 那同仁们告诉我 就是宝林啊 还有曹董事啊 他们告诉我 是因为配合着我来这里 所以希望说 能够鼓励新加坡的 年轻的小孩也写诗 像这样的一种心 它比我的演讲 在我来看更重要 因为一个成名诗人 或者说一个有名气的诗人 明年就过去了 后年就过去了 大后年 或者我还可以读 活个三十年 也是三十年就过去了 可是诗的这一个写作 这个文学的传统 它是要靠年轻人才能持续的 周星渠基金 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下 弄星渠诗意的学生写诗比赛 因我而起 可是却让我觉得 它才是发展新加坡的文学 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就答应了 好 那我的讲评很简单 第一个 刚刚有报告好像总共 我已经快忘掉几篇了 我只记得六六大順子 不知道对不对 总共六十六位同学参加 他们的年纪也许从十五岁吧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我看的时候 一边看一边赞叹 当然也有很普通的 但是很普通的也比我 也比我十三岁被离骚的时候 写得更好 第二个是环境 以台北的环境跟新加坡来比 台北的环境太多了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使用中文的地方 课本也是中文 不是刚刚那位同学讲的 在台湾 课本 台语只有我 课本上面有的只有我的 那课本里面全部是华文 在台湾是一个培养华文作家很容易的环境 媒体所有的报纸全部使用华文 没有台语文 没有台湾话的 所以是一个好环境 可是对新加坡来讲 不是啊 中文是四种语言当中的一种 在教育里头它也是其中的一个课程而已 或者甚至还不如英文 我看的时候看一个的作品 在座的也许有 我觉得写的真好 里头有一些中文的素养 或是华文的素养 比我在台湾看到的中学生的中文还要好 也许我在台湾教的都是比较不好的学生吧 这个第二个我眼睛亮了 第三个 66篇不可能完全一样嘛 所以它会有程度上的参差 会有一些好的 或者因为我的阅读 我有偏见 我觉得它好的 所以选出来结果就有3名 123 然后7名是佳作 也可以说优等的作品 这些作品整体上 我的评论只有一个 就是写得很好 但是还要更好 意思就是说 你们我阅读的过程当中受到感动了 但这感动还不够 你们还需要追求什么 自己的语言跟文字的风格 特殊于你自己的生命 这样我想年轻的人听得懂 而不是我从课本上 我从李白那里 或者像我13岁的时候 从梨烧屈原那里学到的东西 我要把那些东西放到我的内在 成为我的明灯 可是它不是我 因为明灯后面那个才是我 然后我要用我的方式去走我的路 到最后我成为别人的明灯 那这个部分当然你们的年纪还很小 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只要记得这样就好 创造自己的语言跟风格 我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 好 非常谢谢向阳老师 现在就请向阳老师给我们颁奖 先颁发七名加作奖 第三位 第五位 大马西出准学院 王莫雷同学 还是女生 没错 没错就是他 王莫雷大马西出准学院 最后一位 获得加作奖的是来自 华侨中学王莫雷大马西出准学院 华侨中学王莫雷可同学 哇 青衣色女生 得加作奖 獲得第一届 新渠诗诗艺学生写诗比赛 第三名的是来自 华侨中学杨帆同学 对 杨帆同学 从向阳老师的手中 得到第三名的奖品 第二名花落谁家呢 同样来自华侨中学 邵新宁同学 还没念到你的名字的同学 都很紧张 对不对 到底第一届新曲诗艺学生 写诗比赛的第一名 是谁得到呢 他就是来自 淡马西初级学院的范文同学 恭喜范文同学 来自淡马西初级学院 好 请所有得奖的同学 上台来来张大合照好不好 来 范文同学请留步 好 请同学们回座 请向阳老师留步 我们现在有请 周新渠基金主席 周曾恶先生 上台赠送纪念品 给向阳老师 请同学们回座 好 请周新渠基金主席 周曾恶先生 赠送纪念品给我们的向阳老师 感谢向阳老师 特别抽空来到新加坡 好 谢谢 好 请回座 各位 今天的活动 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再次感谢您的出席 那么买了或者带了向阳老师的作品集的朋友呢 可以跟我一样到会场外排队 请向阳老师签名 另外也请跟进周新渠的脸书 周新渠基金的脸书 并填写座位上的表格 成为周新渠基金之友 以获知我们最新的活动详情 我们明年的讲座再会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